台北市内科协会举办第一届千人军血活动 是让柯文哲亲自出席 感谢内科上班族的热情响应 姚明山山区医疗资源不足 台北市卫生局成立北投社区营养推广分中心 由注点营养师提供咨询 定期关怀长辈健康 2019新北晃街头界五大赛 接启开放报名 总奖金高达50万元 欢迎收看凯博大台北新闻 我是主播沐凡 夏季天气炎热 严重影响到民众的军血意愿 造成血库的存量不足 台北市内科协会就结合了 内湖科技园区里面超过30家的企业 共同举办了第一届千人军血活动 而市场柯文哲也亲自出席 为军血的民众加油打气 也感谢大家的热情响应 国立戏曲学院同学 带来充满中国风的啦啦队舞蹈 为内湖科技园区业者 共同参与第一届内科千人军血活动 加油打气 而当市长柯文哲来到现场 受到大家的热情欢迎 连致辞都被热情簇拥 非常谢谢这个内科愿意来支援这个活动 实际上内科也就是台北市很重要的产业 我们每两年会做一次这个补查 在上一次的补查之后 内科有企业是4600家 然后营收是4兆2000亿 员工有15万 所以这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 滋通性产业巨大 每一年的概念在7月份到2月份是血荒 也就是 大家暑假不太选捐血 2月份菜也不是很想捐血 3 2 1 柯文哲与内科协会理事长翁肃会共同击鼓 宣告内湖科技园区千人捐血活动正式开始 内科上班族晚起袖子捐血 成情相当的轻松 而这次捐血车直接开到内湖科技园区内 大家都觉得相当的方便 因为不用前往捐血中心 只要在公司楼下就能捐血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很好 我们以后也不用跑到捐血中心去捐血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毕竟我觉得捐血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好东西 然后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那我觉得可以借由这样子这个 动员内科所有的人一起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活动 捐血中心强调 夏天天气炎热 影响民众捐血意愿 因此血库存量较为缺乏 而内科协会结合园区超过30家的企业共同响应 希望能够达到捐血一代 救人一命的最终目标 帮助每一个有需要的人 开播到台北输入新闻草德华 采访报导 台湾迈入了高龄化的社会 有许多的长者都会有这个营养不良的问题 特别是卫生局考量到居住在杨明山山区的长者 他们的营养摄取不均 而且医疗资源不足 所以呢就特别在北投成立了社区营养推广分中心 除了有注点的营养师提供资权的服务之外 也会定期造访山区 关怀老人家的健康 北投社区营养推广分中心正式成立 未来将以行动厨房结合医疗道点服务 启航到杨明山区 让营养师提供长辈营养咨询与风险筛检 为山区年长者的健康把关 北投区山区有一些交通不方便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特别把营养推广的知识跟道具 也就是相关的行动厨房 也都带到社区让长者可以来参与 根据国民健康署调查 65岁以上年长者领食热量摄取不足盛行率42% 乳品类摄取不足一份82.6% 随着肠道消化功能减弱 咀嚼能力下降 再加上营养不良 就会导致衰弱或肌少症 因为他们生理功能退化的问题 所以他味觉的敏感度会下降 所以他吃东西会比较味觉退化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太强调 比如说像少盐 那对他们来说会有点吃不下 那另外的话因为他们活动量慢慢降低 然后再加上肌肉量的减少 所以他们很容易有肌少症的问题 就很容易导致跌倒 以行动厨房为发想 让社区营养师与厨师现场示范教学 民众DIY健康料理 透过趣味动作搭配引发兴趣 让长辈们在玩乐中了解健康饮食的重要性 活得更快乐 凯博大台北初位新闻 游祥婷采访报导 在农委会水保局台北分局的 农村产业跨域计划推动之下 平邻的茶青农与木榨的茶青农首度合作 共同举办了大文山茶青农交流活动 希望能借由彼此的经验分享 带动地方的茶产业火化 建立双方的合作平台 为了共同推广地方茶产业 平邻茶青农与木榨茶青农 在农委会水土保持局台北分局的 农村产业跨域计划推动下 共同办理大文山茶青农交流活动 希望透过彼此的经验分享 建立起合作平台 建立一个合作的平台 那未来我们希望整个在产业的推动上 就是能够彼此合作 而且现在他们都分别在休闲产业跟茶产业方面都希望能够做结合 那希望借今天的活动他们能够更了解彼此 然后也能够学习彼此的优点 这边的是可以看得到是业绩 那在平邻看得到的是我们最丰富的大自然的生态资源 所以期许说借由不一样 同样是好山好水 不一样的特色 不一样的文化 能带给消费者不一样的经验 在这次的交流活动中 一共有20多位茶青农参与 除了参访木榨茶园 两地茶青农也借由简报 交换相关的经验和推展茶产业的观点 像是在木榨青农联谊会的部分 就提到了办理许多演习课程 包括手机摄影教学 社群小编训练水质分析等等 木榨茶青农张兴柔就指出 因为地域性与推广面的不同 两地的产业发展模式各有特色 透过交流可以让彼此互相学习 可以了解彼此的产业 甚至于说可以交朋友 在未来的时候 不论是在工作上 或是在产销的合作上 其实都可以有一些机会 而平林地区则是在2015年 自发性组成平林青年茶叶发展协会 平林茶叶永续生产合作社 和生根平林多年的金瓜三号 近年来打出新茶世代形象 以及地方小旅行等等 让茶产业成功推广行销 平林茶青农白俊玉表示 青农返乡带来活络产业的动能 能够相互分享并且合作可以创造更大的契机 我们觉得做茶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但是因为木榨跟平林的做茶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那也许在喝的当中我们可以分享到不同的气味 像是烹焙的味道或者是包含的青花香 那也许做一些搭配或者在礼盒上面等等 也许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些合作的模式出来 农委会水宝局台北分局表示 茶青农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 以及注入青年活力及创意 将会持续协助青年或者是茶农二代返乡接棒 扩大北台产业的跨域连结 促使茶产业得以永续发展 带动茶产业的活化 同时也鼓励地方青年申请水土保持局的相关补助计划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过去呢这个畜牧业所产生出来的这个粪啊尿啊 都会直接排放到河川里面就造成了水资源的污染 而环保署呢从105年开始 推动将这个畜牧的粪料 爪液爪渣作为农地的肥料 除了呢能够帮助农友 节省4500多万元的肥料钱之外呢 由爪液爪渣转化成为肥料 而培育出来的农作物 这个产量啊也更高 品种也更健壮 达到畜牧业农民与水资源三赢的目标 多汁的柠檬 多肉的木瓜 鲜嫩的绿竹笋 再加上市价一斤400元的子卤笋 这些丰盛又美味的蔬果 在种植过程中完全没有使用化肥 而是用一般人嫌弃的畜牧分尿 处理后的爪液爪渣当作肥料 但农作物却长得比以往还要茂盛 你鼓励这些大厂可以来收小厂这些猪分尿来处理 第一个是这个 那今天我们目前有九厂的话 我们就来做 第二个假如要在这个沼渣沼液的话 我们来补助它买车 那现在有二十几台车都已经补助下去了 那再来就是你是要除草的话 我们也补助它 所以对这个 来处理这些沼渣沼液的话 有这种方便而且可以进会的补助 这是应该最大的 为了改善河川水质 清净空气品质 以及促进畜牧业的循环经济的目标 环保署从105年开始 持续推动畜牧分尿沼液沼渣 作为农地肥料使用 让这些排泄物不再直接排入河川 造成污染 达到环境永续的目标 现在它开始使用我们这些沼液 就是所谓的有机肥 相对它生产出来的农产品 也可以是叫做有机的农产品这样子 咽气完以后的水量 都抽到那个所谓农产以后 我们减少了以后 其实我们可以 每天可能减少四个小时左右的 电费的使用 就是瀑气量 那瀑气的时间 然后它相对就是节省了电费 虱木叶产生出的分尿 经过艳养发酵之后 让农民们使用浇灌农田 每年失灌的范围2111公顷 节省了肥料费多达4559万元 更重要的是蔬果除了产量增加 也较不易受到虫害 味道也更上一层楼 环保署希望持续推动这项计划 创造畜牧业 农民与水环境三营的效应 开播到台北数位新闻曹德华 采访报导 光哥回来告诉你 倾度光华数位新天地开幕满十一周年 台北市市场处举办了一系列的优惠促销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来想好康 三十年了 三十年来他们始终温柔坚定地牵引着弱势女性的手 从没停过 从最早的处击救援 家暴护佑匹腹 到推动女性相关权益立法 他们无意不语 在性别平等的运警完全实现之前 请让我们和立新基金会一起付出一辈子力 立新基金会 欢迎光临幸福城市台东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北新闻 由新北市文化局与板桥区公所 共同举办的 2019新北放街头街舞大赛 自即日起到8月26号开放报名 而预赛会在8月31号 在板桥车站站前广场登场 欢迎喜欢街舞的大小朋友踊跃报名 要争夺50万元的总奖金哦 曾荣获街舞亚洲达人赛第四名的 MANIA舞团 融入功夫元素的特殊舞风 为2019新北放街头街舞大赛 揭开序幕 这场万众瞩目的舞台盛事 即日起自8月26日开放报名 预赛将于8月31日 在板桥车站站前广场登场 决赛9月7日 在市民广场举行 预计在8月底开始 预赛就会开始了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 所有的市民朋友们 大家一起 大小朋友一起能够来 有没有来的参与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 街舞的表演艺术文化 能够到各个角落地方 去做一个能够开展 展现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活力 今年街舞大赛 除了有排舞自由风格 及霹雳舞等竞赛组别 也分成成人组 中学生组 及儿童组 总奖金高达50万元 板桥区长林耀常 欢迎感动感秀的武林高手 一起来尬舞技 拼奖金 包括霹雳舞 包括排舞 包括自由风格 就是你只要感秀就好了 或是 那个自由竞技 只要你感秀 你敢上来舞台 你就有机会 拿到奖金 那 这个运动真的非常好 我们希望这个运动 渐渐的将来也成为 那个能够跨国际的 的赛事 文化局强调 新北市政府相当重视街舞 在板桥的发展 每年借由新北放街头的举办 除了提供年金四代展现自我的舞台 也希望青少年能勇敢追梦 尽情舞蹈 新北放街头 Dance放 Dance Young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如如鸿采访报导 新北市第十四届 劳工之心歌唱大赛即将开战咯 截日起到8月15号开放报名 而劳工局啊呼吁喜欢唱歌的朋友要踊跃参加 除了有机会成为歌王歌后之外 还能获得丰厚的奖金哦 新北市劳工局长陈瑞佳 与孔强老师共同拉开彩蛋 宣告108年劳工之心歌唱大赛即将开战 从今日起至8月15日开放报名 劳工局长陈瑞佳表示 今年特别增加奖项与奖金 希望鼓励更多劳工朋友参加 我今年来了以后我也跟朋友讲说 我们这个歌唱比赛应该朝鼓励的薪酬 所以我们的奖金我们在今年也有 做一些适度的一个提高 然后我们的奖项也有做一些适度的增加 最重要是希望说来参与的人 多给他们一些鼓励 宣传记者会中 特别邀请活动代言人孔鏘老师 和104年亚军得主王万茜 同台演奏飙歌 孔鏘老师认为 唱歌不但能抒发情绪 还能帮助身体健康 而王万茜则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让爱唱歌的劳工朋友 能有发光发热的机会 唱歌对我们劳工朋友 它的帮助 不但只是抒发情绪管道的一种方式而已 而且它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 在这样子的大型比赛中可以发掘很多的好声音 可能在我们劳工之心得到的秦三名 过没多久就会在电视机上面看到 甚至会成为八片歌手 所以非常非常的谢谢有这样子的活动 可以让我们喜欢唱歌 喜欢用以歌会友的这些好朋友 我们可以一起来参加这样的盛会 劳工资金歌唱比赛已举办14年 提供喜欢唱歌的劳工朋友 展现歌艺的舞台 只要敢秀敢唱 就有机会成为劳工界的歌王歌后 新北市劳工局呼吁喜欢唱歌的朋友踊跃报名 大方秀出自己的好声音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伦宏采访报导 要买3C的产品 很多人就会直接联想到光华商场 这里不管是电脑手机 或是周边产品 都可以说是一应俱全 而为了要庆祝光华数位先 新天地开幕满11周年了 台北市市场处从20号开始 会举办一系列的优惠促销活动 而最大奖有市值超过5万元的电竞笔电 要欢迎民众一起来想好看哦 假日的光华商场民众络绎不绝 各家业者拿着DM招染客人 不管是要买电脑 手机或是3C周边商品 这里应有尽有 为了庆祝11周年庆 台北市市场处还推出许多好康活动 8月11号会有一个等于说抽奖的这样子的一个现场抽出最大奖的活动 那最大奖就是我们的这个电竞的这个笔电 那价值大概5万4千块左右 从7月20号到8月11号中年庆期间 民众只要到光华数位新天地2到5楼消费 凭发票不限金额就能抽价值1万1千亿元的现金抵用券 如果消费累积超过1千亿元 还能玩扭蛋夹夹乐 最大奖有市值超过5万元的电竞笔电 另外喜欢跳舞的年轻朋友也能报名舞蹈比赛 因为我们的奖品也是很丰富 这个奖金最高是1万块钱 那另外每个参赛的队伍也都可以得到 我们3千块的这个礼券 所以希望各位这个年轻学子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 欢庆光华商场开幕满11年 台北市市场处首度举办大专院校舞蹈比赛 冠军队伍有一万元奖金 主办单位希望卫商圈带来年轻活力 也能刺激买气 开报大台北市的新闻邱世民参谱报道 为了响应环保并且关怀弱势 新北市芦州社区健康营造协会 特别在中益庙广场举办了108年度 二手爱心意卖会 邀请这个会员要把家中用不到的好东西 拿出来意卖 虽然天气非常的炎热 不过仍然吸引了大批民众 前来抢便宜做爱心 一个一摆一个一摆 志工们不畏厌阳努力叫卖 希望把二手物品分享给有缘人 为了响应环保并关怀弱势 芦州社区健康营造协会 特别在中益庙广场 举办108年度二手物爱心意卖会 邀请会员把家中闲置的好物拿出来意卖 意卖所得将全出作为弱势关怀基金 我们今天在办这个阿蘇意卖 就是要感谢说人家出出东西的人 还有关一些物资 还有所有会员 先感谢我们中医苗有这个中所 让我们把这个阿蘇的东西买出去 阿蘇的钱就是要关怀我们社会 想要弱势 想要政府 没办法去帮忙的地方 我们都会把他盯着三天 由于全爱心志工 所组成芦州社区健康营造协会 每年除了汉心北市议员李翁月娥 合办健康检查到处逼 共同守护民众健康外 也固定举办二手物意卖会 让社区民众能以低廉的价格 买到实用的二手物品 这些东西都是还可以使用 在家里也没有只是放着而已 所以把它拿出来意卖 我们以低廉的价格物超所值 就是让社区一些民众 他们可能会需要 然后觉得说外面买很贵 就可以来这边买 然后我们就是提供这样一个服务 这也算是我们营造一个健康社区 让大家心理身体都健康的一个活动 这次义卖的物品相当丰富 不管是锅碗瓢盆 清洁用品 还是手工包包 布偶娃娃 全都应有尽有 虽然天气炎热 但能吸引大陛民众 前来捡便宜 做爱心 凯博大台北书卫新闻 轮红采访报导 夏季的高温 动辄三十几度 有一群单亲妈妈在烈日下摆摊卖地瓜 经常会中暑或是长疹子 可是夏天的地瓜销量非常的不好 一整天的收入可能只够买便当 生活是相当的辛苦 而长期协助辅导单亲妈妈的创世基金会 今年就跟食品工厂合作 雇佣这些单亲妈妈到工厂来包水饺 不但能够改善工作环境 还能够增加他们的收入 在我们自己家里的话 一次差不多十颗 现包水饺放进滚水里 轻轻搅拌七分钟 水饺皮Q又能紧紧包住内馅 一口咬下还会喷汁 食品大厂请来国宴主厨当顾问 教大家做出美味水饺 而这一颗颗饱满的饺子 背后还有感人故事 让妈妈们可以到工厂里面去工作 而且是用点工的方式 就是说他们今天有时间 他们就来做 没有时间的话 他们就是在家里面顾小孩干嘛的 对然后同时他们卖的东西 又可以拿出去卖 好吃烤地瓜哦 创世基金会辅导的单亲地瓜妈妈 顶着三十几度高温 在烤炉边卖地瓜 轻折中暑 更严重的还全身长满疹子 但夏季一天收入只购买便当 生活相当辛苦 创世今年梅河食品工厂 雇用单亲妈妈包水饺 帮他们度过夏天地瓜淡季 也希望号召民众吃水饺做工艺 我早上五点就出门了 然后卖完通常都已经是晚上七点半以后的事情 然后带着孩子回到家都已经十点左右了 就是整理完 那非常的酷了 有时候我们卖不完 我们就是吃地瓜过生活这样子 单亲妈妈包水饺学一剂之长 增加收入来源 由医疗团体主动认购一千箱水饺 而物流公司也协助免费低温运送 希望抛砖引玉 展现企业社会责任 也为照顾弱势团体 尽一份力 开播到台北书的新闻 邱世民采访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北新闻 为了要让孩子们过一个充实的暑假 台北市北投州美社区的家长就跟里长合作 要在礼办公处举办儿童暑期供学团 邀请专业的讲师来上英文课 手作班和户外教学 让孩子们学习新知 远离3C产品 体验不一样的暑假生活 在塑胶杯中加入适当比例的油 水和乳化剂 接着搅拌均匀就能制作出乳液 另一头杯子里的水呈现七彩渐层 原来是利用盐巴改变水的密度 制作出来的彩虹水 我很喜欢每个礼拜一次的户外教学 这次的是去参观自来水博物馆 然后今天的课也很好玩 可以做很多东西 还可以带一点东西回家 烦恼孩子暑假两个月没地方去 北投州美社区的家长 特别和州美里长苏甫亭合作 在礼办公处举办儿童暑期供学团 除了每天安排执行家长 更请来专业讲师上英文课 手作班和户外教学 丰富有趣的课程 孩子们也玩得独一论乎 如果你有一个小孩子 然后你就是固定有一天的轮班 然后大概我们这边有11个小孩子 那有的家长是来这边上课 像我跟我先生就来这边教英文 然后有一个家长他的美术很厉害 他就来这边教美术 就是家长来当老师 然后把我们的小朋友聚在一起 数其班 这个已经做三年了 我们大家反而更能够让我们 整个州美里凝聚在一起 那家长也可以放心去做他的事情 州美里办公处无偿提供场地 课程规划丰富有趣 社区孩子们天天报到 学习新知识 培养团队合作观念 比起整天无所事事 沉迷3C产品 小朋友们都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 暑假生活 凯博到台北说的新闻 刘翔廷采访报道 台北市政府大力推动的 引法共餐政策 有不少社区已经陆续成立据点 像是士林区旧家里 除了邀请长辈一起来用餐之外 还会安排健康奖座和简单的体势能 让长辈们不只出门吃饭 还能够学习新知 活络筋骨充实生活 长辈们跟着指示做口腔健康操 急眼弄眉按摩脸颊 刺激感官神经 接着再练习手指慢波 促进血液循环 士林区老人服务中心 特别来到旧家里长青乐林据点 教导大家如何预防失智症 我觉得来这边很不错 而且大家来心情也很愉快 别人在家里的话 你会很无准啦 对不对 那你来这边跟大家沟通聊天 一方面是共餐 一方面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而且对自己也有那个什么 那个监禁一些广闻 士林旧家里长青乐林据点开办第三周 长辈们报名踊跃 里长陈明松规划丰富多元课程 鼓励长辈多多走出家门活动 除了可以学习新知识 还能和邻居们叙叙旧 认识新朋友 再顺便一起吃午餐 老旧社区有老旧社区的好处就是 强调我们的尊敬慕林 让这些长者不要整天窝在家里 出来外面走走 又可以认识周遭的邻居 可以促进大伙的交流 吃饭再其事 上课交流才是最重要 可以获得一些很新的知识 六菜一汤有面有饭 陈里长特别请里内自助餐店 通调适合长辈咀嚼菜色 兼顾营养和美味 种种用心就是希望里内长辈 都能踊跃参加共餐活动 一起活跃老化 健康老化 享受丰富精彩的退休人生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道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是主播莫凡 祝你晚安 我们下期再会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